思维关乎创新,创新决定未来 关注孩子思维的发展,就是关注孩子的未来 如何在学科教学中凸显思维,发挥学科育人功能 是我们一直思考的问题 为此,我们扎根课堂 从培养学生思维素养这一核心要素出发 借助意志器具的创新运用 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课堂教学范式 希望以此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钻研精神 引导教师在教学中勇于创新,乐于探索 从而呢,我们来提高课堂教学效率和质量 为了总结经验,达到相互学习交流的目的 我们组织创编了这套数学课堂教学微视频 以期更多的数学教育人能够与我们 携手探索数学课堂教学中 学生思维素养培养的路径、方法和策略 教学是什么? 中华民族的先人早在三四千年前 就给了我们明确的阐释 大家看这个字 因念校本意是教学由如下要素构成 有教育者梳着小辫子弯腰驼背的老人 有教学的手段教杆 教学的环境大的房子 教学的对象孩子们 甚至还有学习的方法 动手操作学习的内容教材 我这里不是在说文解字 是从当中感受到中国人对教学研究的智慧 他们是把教学看成一个整体 并含着教学各半的本质 这种从整体着眼 把客观现实转化为事物之间关系 并抓住各组成要素间的相互联系 去研究和解决问题的思想方法 是中华民族的国粹精华 需要我们去传承和光大 我一直在思考 如何借一带一路的东风 利用互联网家 人工智能家的方式 加强同世界各国互建 互融 互通 进行教育教学交流与传播 为此 我们组织创编了这一套 中国基础教育数学课堂教学的微视频 把中国数学教师在课堂教学当中 探索新时代 培养创新人才和凸显思维素养培养的中国经验 介绍给大家 以求达到相互学习交流的目的 真正为共建一带一路 提供有效的教育助力 越是发达国家 学习时间越短 学习成就越高 因为他们注重学习的质 而不是仅仅通过增加学习量 来提高学业成就 真正的学习 是在好奇心的驱动下围绕真问题 发挥想象 联想 在不断尝试 纠错 建模的过程中 进行心灵建构 形成综合素养 意志课堂的研发 很好地诠释着这一灵动的过程 在挑战中 促使学生 学习真正发生 学生也因思考 心灵链接 而不断改变着 希望更多的老师 能加入到我们的行列之中 与我们 共演 共建 共享 为了学生 为了学生的未来 让我们一起 好好学习 意志课程是以器具为载体的 其独特的魅力 能唤醒孩子们的好奇心和求知欲 让他们赢得自尊自信 孩子们的潜能是无限的 每一款器具都是一种挑战 在突破的过程当中 就在顿悟的一瞬间 学生逐渐从原有知识 思维的生长点上 能够长出新的知识 新的思维 在交流赏息当中 在反观反思当中 思维品质得以提升 通过几年来的意志教学 我从学生的言谈举止当中 能感受到他们内核的变化 自信的气息迎面扑来 我能行的信念 在孩子们的心中 深深扎根 现在已经是互联网时代了 它的出现 正在颠覆和重构我们的教育 人工智能的发展 让获取知识的途径 变得简单 这就对我们每个人 尤其是孩子的 数理逻辑智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预测大师课程 就是在游戏过程中 培养孩子的逻辑推理能力 利用推理进行预测 体会预测的乐趣 教学中 老师引导学生 自己认真观察 主动思考 用自己的语言去表达 帮助学生 主动建构知识 找到解决问题的突破口 不断地提升 孩子的数理逻辑智能 从而更好的适应时代的发展和要求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